这个女人躺在床上 身后的男人掏出药瓶 用沾满药水的白布捂住她的鼻子 待她昏迷后 便大胆地在浴室洗澡 用她的牙刷刷牙抱住她一起睡觉 等到凌晨闹钟响起 男人又会准时离开 而对于这一切 她浑然不知 这个女人名叫小丽 是一个银行职员 独居的她会在家里放置男人的物品 伪装成家中有男主人 但最近她总感觉不对劲 每天早上醒来 总是会头晕乏力 刚买的牛奶第二天就没了 出门前关好的门锁盖 会被莫名其妙打开 就连马桶盖也会被掀起 这天晚上她刚关灯睡下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她赶紧起身查看 发现家里的门把手 正被人用力转动 吓得小丽赶紧用手捂住嘴巴 她慢慢走到门口 透过猫眼 却发现屋外并没有人 打开门 发现地上散落着一根烟头 小丽谨慎地抱了紧 想让他们查明上面遗留的指纹 但是警方认为小丽没有受伤 也许这只是喝醉酒的人走错了房门 并没有进行受理 小丽并没有死刑 她来到楼下保安室 想要查看监控 但巧合的是监控刚好坏了 安全起见 她决定换一个房子 但由于没签合同 她暂时还不能搬家 只是换掉了门锁 第二天上班 她碰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男人想和她去喝咖啡 被小丽拒绝了 于是便当着众人的面 指责小丽看不起她 而下班路上 她再次碰到了这个男人 男人一把拽住她的手臂 这时科长出现 顺利帮小丽解围 还开车将小丽送回家 回到家的小丽 发现家里的灯跳闸了 被赶来送小丽 落下钱包的科长 三两下解决了 她提出要借用一下洗手间 看着被打开的马桶盖 小丽瞬间觉得不对劲 科长怎么会知道 自己家里的门牌好 于是借口去买咖啡 顺便拨打了报警电话 等警察赶到小丽家中 却发现科长被勒死在门上 由于家里有打斗的痕迹 警方怀疑是小丽合伙第三方 将科长杀害 但是由于证据不足 将小丽关押两天便释放了 回到家的小丽在保安的帮助下 清理了被弄乱的房间 在床下 发现了一个遗落的门卡 她拿着房卡一间间尝试 终于在七楼成功了 打开门 发现屋内杂乱无章 桌上放置着一张银行流水 她发现周六一点 房间的主人都会去便利店 消费3200元 于是她找来闺蜜 两人一起蹲点 在指针指向一点时 有一个女生刚好消费了2300 于是便起身追上 在一个分岔路口 他们跟丢了 于是两人分头行动 小丽在一家门前 发现了和自己一样的门锁 尝试着按下自家的密码 房门居然打开了 接下来便看到令她震惊的一幕 这个满身伤痕的女人 此刻正被绑在床上 手臂还连着输液管 一旁的男人直接拿出针管 将药剂注入她的身体 躲在床下的小丽看着这一幕 吓得一动不动 突然铃声响起 男人手机掉落在床下 索性她并没有弯腰去捡 小丽也没有被发现 紧接着 男人解开了邻居 绑在受伤的绳子 起身去拿工具 小丽也乘机躲到了门后 之后男人将邻居搬到地上 直接拿起锯子 锯断了邻居的双手 小丽害怕极了 赶忙离开房间 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也响了 慌乱中手机掉落在房间 但此时的她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开门撒腿就跑 出来没多久 便看见男人紧紧跟在身后 她慌忙躲进一个角落 就当她松下一口气的时候 男人一把拉开门帘 和小丽对视 就当男人向小丽逼近时 闺蜜推着小推车 一把撞倒了男人 顺势骑在男人身上 可还是被男人打倒在地 万幸警方及时赶到 男人直接离开了 警察赶到现场 却没在房间找到尸体 她询问小丽凶手特征 但小丽由于紧张 并没有看清楚凶手相貌 只注意到凶手戴着个旧表 警方被逗笑了 这算什么特征 指着自己手上戴着的手表 你看我像凶手吗 这时 同事在垃圾桶里 发现了邻居被肢解的尸体 她的手上还拿着小丽的明天 小丽在上班时将明天给过卷毛 于是警方将卷毛羁押 在警局 通过警方套话 他们确定嫌疑人就是卷毛 等现场DNA确定后 就能直接将他定罪 但是经过比对 发现现场的DNA并不是卷毛的 于是卷毛被无罪释放了 回到家的小丽 突然收到了自己遗失的手机 开机后收到了一条短信 里面全是自己熟睡的照片 接着闺蜜打来视频 对方却不是闺蜜 视频中一个黑衣男子 先进入闺蜜家中 躲在了床下 回家的闺蜜并没察觉 看到这一幕的小丽 赶紧跑到闺蜜家中 但是中途被突然出现的卷毛 挡住了脚步 纠缠间警察二维赶到 及时解救了小丽 她撞开闺蜜家的房门 看见此时的闺蜜正躺在床上 腿上沾满了血迹 但好在手术后并不会留下疤痕 而卷毛再次被抓到了警局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 但是却还没结束 这个独居的女人下班回到家 刚想坐在床上放松身体 却被床底凭空伸出的一只手 抓住了脚踝 她用力挣脱后向门口跑去 却发现门已经被锁住 根本无法逃离 就在昨天 小丽刚搬了新家 她叫安装工人给门上了三道锁 窗户也安装了房盗 顺便装上了阿伟送她的监控 视线正对着房门中央 仿佛这样才能让她安心 晚上她来到楼下超市购物 突然碰到了之前住处的保安 她尴尬地和保安打了个招呼 保安拿了盒零食 直接就去付款了 但小丽惊奇地发现 保安付款的金额正好也是3200元 这时指针刚好指向晚上8点 她会是凶手吗 可是卷毛已经被抓了 小丽认为自己可能多想了 回到家 她下意识地关上三个门锁 这时手机铃声响起 是阿伟打来的电话 她告诉小丽卷毛被杀了 还叮嘱她暂时不要出门 而这时 她注意到桌上凭空多出来一盒零食 正是保安之前买的那盒 她走到床上坐下 打开手机查看监控 发现在她回家之前 一个黑衣人提前进入了家中 只见她摘下口罩 赫然出现保安的脸 她先是对着镜子自恋地照了照 而后爬进了床底 看到这里 小丽紧张极了 双腿忍不住地颤抖 就在这时 床底突然出现一只手 抓住了她的腿 她直接挣脱往门外跑去 但是紧锁的房门阻挡了她 再次睁开眼 小丽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衣服也被人换了 她被保安抓到了一家废弃的酒店 趁着保安不注意 逃了出去 来到一楼 她打开了其中一个房门 却发现出口被水泥堵住了 而保安则提着灯四处找她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声音 原来是阿伟孤身一人赶到了 但是她显然并不是保安的对手 争斗间保安把阿伟撞在墙上 用刀一把刺中她的脖子 听见外面动静平息的小丽 拿起地上的斧子出门查探 此时阿伟已经倒地身亡了 看到她出现 保安一把将她推倒在地 拿起斧子就要砍掉她的双手 这时突然倒下的柜子将她的手砸上 趁着这个间隙 小丽将保安的头砸向木板 尖锐的铁钉将她的头刺穿 而后倒在了小丽身上 她崩溃的大战一生 最终还是得救了 警察赶到 她也被判定为过失伤人 但由于这是自卫 最终还是被无罪释放了 冬去春来 小丽又搬了新家 她还是一个人居住 只是这次的事件 还是给她留下了阴影 她总是会在不经意间蹲在床边 低头查看床底是否有人